护心正在热播中 常兰想要挑起玄妖两族大战引发天下大乱 天耀与燕回和陈毅等人及时赶到 破解了铜树并制服了常兰 常兰想要成为天下之主的计划落空 在陈毅面前消散 随着白小生倒戈 常兰死亡 本以为福音没有办法再随意蹦打 万万没想到她把主意打到了灵霄头上 灵霄被福音利用对燕回下死守 天耀为救燕回化身龙蛋 灵霄被福音利用 当年清广真人把福音封印在自己体内 福音不断侵蚀着清广的身体 真正的清广真人早已经死了 而现在的清广是被福音控制的活死人 15年前 福音为了得到天耀的内丹修炼 用清广真人的身份与素颖合作杀死天耀 然而她的计划没有得逞 天耀把护心灵与内丹一起抛落人间 所以15年后她故技重施 再次利用清广真人的身份骗取灵霄真人的信任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护心灵与内丹 让自己恢复自由 天耀用幻命咒就回燕回 灵霄为了完成师父清广真人临死前的嘱托 不得不对燕回下死守 因为她知道护心灵与内丹都在燕回的体内 只有燕回的死才能保护天下太平 燕回临死的那刻启动了天耀的幻命咒 燕回复活天耀却变成了一颗龙蛋 燕回使用赤炎龙牙击退众人带天耀回到了龙骨 蒲方医师告诉燕回天耀并没有死 终有一日会破壳而出长大成龙 于是燕回日夜守护着龙蛋 等待这天耀破壳的那日 请不吝点赞订阅